欢迎收看缤分娱乐秀 我是小雨 很高兴能够和您在这里见面 我们会每天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对于生命来说 今天又是无比美好和幸福的一天 周深又有新歌要和大家见面了 因为早就知道了 今天周深会有新歌上线的消息 所以老阿姨一早就等着11点赶紧到来 不知道身处米缸里的各位 是不是和小编一样 也是早已经按捺不住一颗激动的心了呢 11点整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 理想准事而至 这首歌也是汇集了王源 王周亮 那英 欲可为周深 周笔唱 黄明浩 韩磊 赖美云 魏寻等 在众人的合唱当中演绎了一首非常经典而有好听的歌曲 在这首歌的前面部分 那英第一个演唱 周深第二个演唱 就不会有人拼尽全力的播种下希望 初心与使命 光荣和梦想 用歌声表达出了对理想的追求和信仰 这首充满了正能量的歌曲 也是越听越带感的 尤其是后边的合唱部分 理想依旧照耀前方 给人以无尽的希望 心向远方 周深的声音带来了无穷的力量 态度的鼓舞 加油咯 坚持梦想道路的周深 加油 一起前行的生命们 对于周深来说 他也许并不熟悉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我们每一份努力和用心都只是因为他 一起努力一起加油为了更好的明天 对于周深来说 这是四月份的第一首新歌 能够参与到如此豪华的演唱阵容当中 给我们带来一首如此动人心魄 如此鼓舞人心的歌曲 对他来说 也是一路走来的最好的褒奖 作为这首歌的演唱者之一 他也是用音乐承载起了关于理想的力量 用歌声表达出了最淋漓尽致的情感 另外呢 聊聊周深在之前 我们的歌里面的感觉 不仅是歌声无法复制 他的综艺感和调皮个性也是无法复制的 对于一个综艺节目来说 这是很重要的啊 他和客琴老师一对活宝 很好地调节了节目的气氛 他除了给大家带来歌声之美 还能够传递快乐 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周深的魅力 我们老师讲过明星经济 现在的明星和流量 大致就可以看作为一个商品 商品是有生命周期的 明星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明星都在成熟期 流量还多的时候想要多赚钱 因为他们知道迟早都会有一批新的偶像 出来代替掉他们 而想要打持久战 就必须要做到一点就是不可替代性 否则替代品太多 只要有比你能够给来更多效用的商品出现 那么消费者的选择就会改变了 而周深真的是很难复制 甚至是连模仿都根本做不到的 放心吧 周深的路还长着呢 有一句话唱歌好的的确很多 但是能够做到周深这样 独到的无可挑剔的没几个 周深的声音不会让人觉得娘 又干净透亮 而且还非常美 一个声音能够听出美 我这么多年来就李若同的 王宇彦的那个配音 听声音就觉得人很美了 周深太独特了 唱功也太厉害了 而且人还很逗逼 觉得周深最搭配的声音类型 是中低频比较多 比较厚重的男生 其实看来看去我们的歌第一季 所有的前辈歌手当中 和周深最搭配的还是客琴 其实我还想说啊 周深唱普通话的歌 李克琴有时候呢 还是会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但不可否认李克琴唱得很好啊 就是感觉差了一点点 粤语歌李克琴是没问题的 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 其实呢了解周深越多越喜欢他 就会越替他谦虚 我以前真的不懂这一点 觉得周深的真爱粉纹 帮着周深谦虚这一点一点都不好 我就觉得周深优秀的 简直不要太明显好吧 属于是个人一听耳朵 就会觉得好听的 稍微懂点的人听一耳朵 就会觉得绝了的那种优秀 不过现在我想想 我懂了粉丝的心态了 正是因为他太强了 不谦虚低调点 锋芒太露在中国的话 这样个人情事故里边 怕会被打压的 但说实话啊 周深被耽误太久了 好在他自己非常强悍的 把这种耽误演变成了自己的资本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